武器一套你还是得拉 你不能一套打到底 主要是多个火 让这样两边阵容定调 这把乐颜选择了双方打野的成名英雄 是的 徐云也是露出了这个要欢快的表情 我也懂这个英雄 你的暴女能多少开局对吧 主要这前面都是 两个打野群手都会吃到 暴女的边位 可能薰这边吃到的还更多一些 他们麻木也有点压力大的那种感觉 是吧 回到阵容面上 我觉得刚才忘讲了一点 就IG这个阵容 RA这个阵容啊 突出一个各玩各的 就每个英雄操作上限都很高 他这个中野也是 就自己玩自己的 很难选出来 看操作 对 看操作 暴女是选择带电行 点了保障猎手 小袋专用 直接赚钱 别的不说多的 我前面先五个人参与一次击杀 每个人先提一下 对 但左边这里也是 下路也是这种赏金组合 这把大家突出一个向前看起 有布隆想来设计一级团 但是位已经去上半区开了 安在这里做最后的留守 可能转角要碰到爱了 哈喽 等这个位置看到了要交啥 安这个位置 感觉是不应该这么站 他站到了草丛的一个拐角 等他看到人的时候 已经是脸天脸了 对 只要他这个红buff跌Q的说法是比较少的呀 他想在这里跌双斧上限 但是 确实站的位置有点危险 看起来应该是完全没有意识到 RA的可能的一系团 还有猛幻 那下半部 哦来了 乐眼已经刷了两处了 没Q到A一下 红buff 就烫你一点血 嗯 双红开 经典暴女路线 但这样 薰有点难受 是会难受 他的第一轮可能只有四组野了 就下路现在得推荐他才能进对面的篮区 嗯 拉起来 反击风暴一转 斯卡这个血量只剩下三格了 主要位去进行反野 也是属于安全系数没那么高的 因为你在打野的过程中 你会把Q技能用掉 对 你的位移交掉 对面来了 就得交散了 嗯 看一下薰这波的思路啊 来中路先保线拳 可能是想带着中路去动一动 没抬到 这个抬方向很有意思啊 小东北是想把人往薰的位置上抬 对 没配合好 抬到一个薰可以Q到的一个距离 嗯 那这样感觉薰可能就是一个单半区开 而且走下来的路上 被乐岩发现 乐岩立刻来防守自己的下半区 下路痛苦坚定 勾回一个Zorah Zorah这里能扛住吗 点火已经直接下枪 要直接打出这波龙的被动来杀Winker Winker Winker一丝血 灰血一直没有回 而且 安这里的 最后这波想换人头 也没有换掉 乐岩拿到这个人头 那安是直接掉了75%的被动啊 是 这波 下路双人路 基本上算是完成了一个对位的击杀 而且是在F1没有交出治疗的情况下 很赚 主要是薰这个下来的路径啊 已经是被这个河道区的眼位发现的 比较早 是 一勾勾回来个布隆 其实确实想拼起来不是很舒服 这布隆攻速感觉好快啊 然后这布隆 打的确实也没问题 先利用休息区一直在拉扯这小安 小安那个位置已经是就想换命了 嗯 端一下回程 但 A这一把的前四分钟开局可以说是一个完美开局了 这下路已经是大优 然后野区也是大优 回到上半区 还是先刷上半区吧 嗯 因为他上半区毕竟 蛤蟆跟三郎是连着刷的 他待会儿会刷新 他去F6的话 这个使甲虫还得很久 勋这两波 还是 有一点心思的 两个这个视野果实都没打 不想暴露自己的位置 但是野区方面已经是整整压了一级了 来上路 打野刚走 Suka的纪律性检查 安全 勒言这不想跃哦 要看上路 应该就是想看下 应该就是想看下 蛤蟆在不在吧 哟 打得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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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打 交点火了 那这样刚好给勒言一个机会 上来很轻松 直接一个W 就拿到人头 那这波确实对于Zuka来说 是一个纪律性检查 对 打野是一定不会来的 Cube那个就是卖的 准备要把闪现都卖掉了 是 他再不交闪 那个位置 Zuka应该要 要杀了他了 嗯 所以说演技很逼真 嗯 再来中路 把中路线一推 拿到线权 小东北想来一个围点打圆 但是想了一下 打不太过 看埃之马的优势 很大 很大很大 这经济面都已经是2000多了 是 热烟也是两颗人头 除了刚刚下路 先击杀Wink的那颗人头 他没有参与到以外 另外两颗人头都是自己拿的 也一直有在抓 Wink的一个位置 野区方面全是视野 现在魏很难受 魏现在想要升到追上暴女的等级 还得且一阵 吃完这个石头估计就五级了 先赶紧上六 对吧 现在没有六级做事能力确实一般 是 对吧 直接在那参加草丛 不让Wink回来 斜杠鬼影 这个位置 勾了以后看到乐颜 赶紧就要被引浪回拉走 强势的一波野区入侵 薰是一直藏得比较不错 这个确实 没有给到乐颜太多的抓住 他野区刷新的这么个时间 薰其实在前期单判区野怪开的 前梯下我觉得做的已经蛮好 该掉的还是得掉 没办法 这个红buff是一直被惦记着的 是 红buff跟小龙 还可以一波打包带走 埃及设想的这个野区联动 被一级入侵打炸了 有点现在 主要还是下半区亏掉以后 双人组这里前面 毕竟你选的是一个派克 对面又是个布隆 你真的一二级 压对面的线能力是不够的 嗯 然后选择硬来 对吧 因为那个打野是走河道的时候 薰是走在RA的视野面的 硬来的结果就 把烈士的方向扩大了 龙也是顺利控到 这把火跟海克森是直接刷掉了 这痛苦间铃勾到一个布隆 还真拿这个布隆 没什么办法 没什么办法 要拉到AD才有点机会 但是反身自己被控住以后 挂上点燃 再给一个Q被德莱文挡住 闪现过来追一枪 点燃伤害正好够了 安自己的闪现也交出来 好在这波在上路同时也打起来 Q这个位置想上来硬换 硬敲掉 但是被威德大招吹起来以后 没有完成最后一下平A 差一点点可以 但是得来文可咋办啊 是的 主要Wik刚刚上去批对面 然后批出射 就派克真的还挺烦不拢的 因为这个被动 他的本身的体质很差派克 嗯 被打晕的话 加点火的伤害 派克一波可能就直接倒了 主要玩派克忍不住的 会想下去搞点事情 这英雄还是双面刃啊 是 但至少 这一局看起来现在是一个副作用 哎 这个位置刚补完装备 又要打一波 小东北来了 这波看一下 留住以后 爱不然没有闪现 想打到已经为叶宁 被走位躲掉闪现的一台 拿走 但是这波人头没有掉到德莱文身上 德莱文应该 100多 还是 也不多 现在打就只有290而已 就他 这颗人头打掉也就是 一颗等D两颗 可以稍微再 再存一存 这波属于 RA双人组 觉得你为什么 敢来这样跟我打 其实二打二是打不过的 其实我觉得 反而是RA会 打野位会觉得难受吧 这个我先锋都打了 你怎么在下路打起来了呢 对 主要我觉得还是不该出这种事 因为这把其实你下路这波 就是属于那种对面 恶心里你要冷住的 是 但是 反向的 紫卡在上路 没有人援护的时候 先退出来一波 中野斧都在往上赶 那再回来以后 RA想动手 格温先上来捡 反击风暴开起来 发现不对 直接拉走 Scribe大招被控在了原地 抬回来续上了 那二端大招也交不出来 闪现交二端大招 OK 这波Scribe的逃生思路很清晰 是的 现在要闪现 再用两段的灵魄突袭来揍 特莱文大来了 这个位置好像 有注意到 主要还是河道蟹的 河道蟹的地盘 是的 然后队友可能跟他说 有大有大 对吧 他中断了自己的一个回程 刚刚那个血量 你让特莱文收了这个头 下路的装备差距就不一样了 直接有那个行驶了 是的 反身再来一步 河文有大有点燃 这个位置 只要不被换 河文应该是走不太掉的 挂上点燃 反击风暴开起来 往侧翼拉走 三段大捏在手里 闪现Cube Cube交闪现 茨卡想一打二 但是反身以后 自己的所有的技能交掉 暴女再追 茨卡回到塔下的保护 武器跳了上来 被换掉了吗 还好 有凯旋 凯旋加暴女 又奶了一口 是 那现在葛文就是厉害 这伤害还是很直接 但Cube一直留着 跳展没有用 刚如果没有跳展 先扭一段的话 可能最后交闪 那个血量都是有危险的 在前期这个血型度超高的碰撞当中 RA已经是拉开了三千多的经济优势 而且杜城吃了很多 下路吃了三层 上路也是快吃完的 那IG这波下路只能挤压 给安德里去补一点下路的杜城前回来 三千拖的优势握在手上 这个开局对RA来说是很有机会的 是天狐开局 看一下上路这波 给到了是乐颜的第一视角 暴行台走上来 Q没有命中到 纯靠硬伤害 打了个电行 再扑上去 打一套 第二个Q命中 武器这波其实拉扯的非常好 然后拉出来再给一口治疗 硬杀 你别说这口治疗不给 还真有机会被换在塔下 小龙再过半分钟 挨着吧 节奏面展开了 打野这里非常的火药以后 看一下上路这波来动Q 选择应该放龙 直接上路来三抓一 Q保这边想挣扎一下 连Winker都来了 但大招没掌到 但是这样的代价是放掉小龙 放掉下塔 中路还有一点危险 安倍魅惑到精华解开 又被冰川练席抬起 安这个位置再来一发被动 布龙的被动一旦出发 此时要轻松拿下人头 嗯 原本觉得 诶 能接受的局 现在因为中路的人头掉了 那 还是亏啊 主要这波他掉了很大一波被动 是 德莱文这把已经是接近于没有声音了 是 这把 下路两个兄弟都没提到钱 是 暴女应该是已经提的差不多了 三颗人头 还差两层 他应该 上路是一层嘛 对吧 下路 A AD位置给了一层 另外一个人头 忘了是谁了 不知道现在是两层还是三层 好 上一波 看到人来 确实走不掉了 没有闪现 这个台 稍微有一点危险 但是 问题不大 是 问题不大 最终还是安稳收掉 是 看一下这波 跳平上来给Cue Cue到接个E 没舍得交闪 虽然解了E 但是还有布龙的大 对 第一时间交闪感觉就会好一点 正面经济领先 4000多 RA现在 优势巨大 是 而且暴女的优势啊 其实滚雪球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就打团的时候 就看RA怎么操作了 是 其实RA现在可以不打团 就跟你玩边线 对 因为地图资源全拿 13分钟拿到这么大的经济优势以后 可以一直在边线里给到骚扰 最后十秒钟 把这个防御塔再吃一下 两个人去分这个 钱 想动手 Q闪失误 第二时间交大招 跟上以后 伤害真的够吗 不如顶上来 三打三的局面 TP先挂 来自于狐狸 正面战场直接被秒 乐言这个伤害太夸张了 Q保存就一杀路 安回到塔下的保护 但是派克也融掉 还有小东北 最后开了一块表 在RA这边五个人 都在 表结束以后 i-boy拿到人头 直接打出一波 零换四 除了上路的直卡以外 正面全倒了 这是由RA主动发难的一波 但包含了小安的大招 也没有顺利的军命中 所以第一波的先手失败以后 RA是顺势反打 中路 i-boy再把中路的外塔推掉 RA15分钟不到 已经把对面的三桌外塔全拆了 又是已经大到 爱奇有点玩不了了 这是崩盘局了 嗯 鼓动的发难 其实视野没有 可能看到 这时候看到了 对吧 大招 二段弹回来 只刮到了血量很健康的RA 这防盗门也很好 一个Q直接把薰给 哎 秒掉了 哦呦 暴女伤害太夸张了 主要这波边线来的速度 也都特别的快 包含了Q宝的武器 大U的一局哦 就可能在这一局里面 BP面上也是拿最有自信的 这把你别说 右边这个确实是绝活阵容 对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绝活 虽然我们开场说RA这个阵容 联动性不够好 但是上线很高 这个阵容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玩 能操作的 对 你们选这种你们能操作的 LORA在右下角 我们的选手竞同里面也是 一直在跟队友沟通哦 其实这把布隆隐藏的发挥的挺好的 是 你看他现在的参团率是 最高的嘛 嗯 就他跟乐妍应该是最高的两个 就乐妍少参与到第一颗 杀WINK的那一波 IG现在已经下半部的野区 被疯狂压缩 先锋再叫出来 第二条先锋 想要再来提 边塔的800 感觉没有人能来帮忙去解这个线 而且小冬北在塔下 已经被耗得太弹了 交闪 再跟R 看能不能轻到 轻到有进化解掉 远方的这一标如果送的话 小冬北应该也是直接没了 痛苦接近勾到 但是没有后续 这内塔还是被R给 再提一波款 经济已经将近要1万了 差300 就1万块钱了 哎 这个节奏提的还是快 但我觉得 也有一部分是 IG自己上去主动选择打 是 这种双电型的阵容 就RUNK阵容 对吧 达到了这种 RUNK效果 也达到了RUNK的效果 是 就RUNK里面应该就是三分 再等三分钟 现在应该是有一个坚持哥 对 有一个坚持的人 以这把的战绩来说应该是重担 小冬 小冬北在坚持 觉得还有还能打一打 是 再等一下兄弟们 我这大天使马上有了 颜确现在是后期英雄 对面是暴女 有机会 对 杀一波暴女 就翻了 相比于经济面的领先 RA身上每个人带的赏金 其实并没有很多 是 就不是靠杀一两个人就能翻盘的点 没有那种一千块 是 对 土龙魂也是很快就听牌了 这第三条小龙是没有什么能争的空间 现在RA这个阵容虽然搭配起来不强 但在这种大优的时候可以各自自己去找机会 无理 乐颜的暴女 现在都是自己都可以去找那种单杀对面的机会 右边储幅之外的四个人都可以自己想点点子对吧 都可以自己操作 都可以自己操作 这拖是一个部落 放到门把石川全部给挡了 看看IG在这种烈士的时候能做到多少 诶 这波 直接一个填巴和把空练红 乐颜这个位置 有块表在拖时间 但派克的大刀斩得比较早 最后是小东北在右边拿到了这个shutdown 艾波尔在右上角是给了一个秦桧晏宁 再一个特务间滴 但是给了一个治疗 LORA没有倒下 石川终于改到战场 凌波突袭想抽残写的一个薰 R技能直接带走 在刷新的一部分大招以后 还要继续追 把小东北还在打自己这个Q技能 一个勾勾过来 但伤害不够 闪现躲掉沿途以后 自己是要被反击风暴给晕血 击杀 那虽然是动手杀掉了乐颜 但是交代掉的又是四个击杀的一个代价呀 对 而且中塔 中二塔一旦告破 R这个阵容真的领先幅度太大 上一波团真的R纯靠 装备又是打出来了 硬生生就把IG怼死在这个位置 只要这把下路是真的已经 没用了 刚才布隆应该剩两百血闪现开 德莱文注意闪现一发斧头 感觉多少都没掉血 这波就属于乐颜已经走到脸上了 是 那派克的大招斩到了乐颜的这个被动 这个机身上 没有连斩击还挺难受的 要不然他可能可以把布隆再斩掉 是 看一下这个位置 德莱文发现走不掉了 闪现一刀要一百血 就现在派克应该是 那个大招他的那个说明上面 应该是没有产生任何钱 都是零 而且他那个看人家的血条都是 肥的派克都是半血斩杀 对 现在的派克应该是最后那么一丝丝血 他的大招现在效果应该约等于收集者 他的大招现在 在这场比赛里面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是 还是太走 钢丝了这个英雄 可能也没有想到 在这种真的已经是悬崖边上的时候 还会拿出这种奔放的阵容 很奔放 这套阵容真的很奔放 双电型的RUNK阵容 现在是边线 边线打不过也去也去守不住 对于IG来说现在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RA这一局的中野还都点了匠师守卫 我一标直接半血 确实如果不是耐久度版本 可能德莱文就是三分之一 就剩三分之一 野区视野点亮 直接开打大龙 21分钟 大龙才刚散漫一分钟 第一条男角好像就准备下班了 黑去去的 黑去去的 是先自己一个人大招过去 配合了军的一个大招过来 是看到Strike被突到一个比较远危险的一个位置 但还凝不突袭 还可以再往回啦 现在是IG的人员要跑了呀 正面直接融化掉了Wink Wink怎么死的我都没有看清楚 子卡最后五根针 最后穿在乐颜的金针上面 一个都换不掉 Strike再拿到一个Double以后 只有看到远方的安 此转被动位移了大概小一千马 从河道一路拽上来 但是还是没能激活秒掉 是的 给他开了一块表以后拉走 安德里还在下方任命地叠自己的被动 类目 类目 哭了哭了 这把确实一下都没提出来 是 每次斩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被对面清掉 是的 别人的这个德莱文是大活 怕的是肖肖乐 是你看这波 突 彈再转回来 一路位移了小五百马 拉畅按 但是就是没有上来 对 这块表还是很关键啊 是 这把确实一级被设计的有一些炸 暴女双鸿开 让这个勋没有办法发力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安翔点子想双斧上线以后 给对方一个我是鸿开 帮了打野的假象的时候被对方逮捕了 现在已经 Ig的风格也是那种大烈士的时候 他们也是出来打 对吧 那打着打着这个烈士 已经弥补不回来了 越来越大了 是的 现在处于RA的快乐局 每个人都能操作对于RA来说 而且上一把你说为什么打三十分钟 总是因为RA有一波很灵性的团 大龙 对 但这一场没有 所以这把大概率是撑不到那个时间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这如果把团开下来 Ig有可能会在二十五分钟之前就被结束掉 德莱文在顶上来 正面四打五 武器还有TP 想Kyle看这个Ig的走位 Nik已经是咕噜咕噜的来到了后方 一钩没有打出效果 顶上来TP绕后 正面战场五个人全部后撤 Ig龟缩起来以后 两路的兵线压力给上 一到十曼封住墙 隔开了众人 现在形成了三二分拆 但是正面战场所有人都顶了上来 除了没办法越强的Ig 大招想斩没有斩掉 能且罪名过去都没有把残铁的Rora给收掉 反而是Ig很轻松地拿到了派克的人头以后 Ig的伤害感觉已经顶不住了 最后Rora不容扛死 正面还想要持续利用一分钟的大龙Buff来压近一下门牙 但是Ig也是顽强抵抗 一个沿途逼掉了Stryle的闪现 但看RA这个真属于打high了 不走了 准备让Stryle再TP回来 就是要一波在这里 是的 保了一个最后一丝血的一个超级兵 眼镖突到了这个超级兵 但是门牙已经没了 Ig这里是点人还点基地 感觉想要点一下人 但正面又人已经把基地快点掉了 反击风暴开启的同时 Ig也是顺利拿下的第二小锯 两边战成了一个1比1 而这也 二十四分钟 这把是抱了一把 上一把被碾压的局势 这把是更大的碾压 而且我觉得突出一个绝活阵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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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